这一段是我正在看一个TED ad的视频 就是TED出的一系列的科普短视频 然后它的内容涉及的方面特别多 有物理化学生物还有历史人文 然后我会做一个not taking的练习 然后最后写一个简短的summary 这是我在对着我在雅思小站上下载的雅思口语题目预测 自己跟自己就是假装正在口语考试 然后说了一些里面的话题 特别悲惨 就是我的C++是三节联堂的晚课 然后每次感觉自己状态也不好 老师讲的也不多 所以就自己在网上听了一些木课 这是第一次尝试精图经济学人吧 如果这也算精图的话 就是按照第一遍线基本上泛图了一遍 然后在电脑自带的PDF月总器上面用银光笔标出来 就是觉得有必要查的词和词组还有一些句型 然后第二遍再去查它 然后把这些都记在了本子上 并且做了一些拓展 这里就是觉得自己的方法也不知道对不对 就在B站上面又搜索了一下 各位大佬是怎么做精图笔记的 然后想着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借鉴 就是看了很多大家是怎么做精图笔记的 我的电脑上也安装了欧陆词典 它有一个光标取词的功能 在精图外看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实用 你碰到一个不认识的单词 你可以把光标移在它上面 然后它就会立即显示出来它的示意 这样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过分生辟的单词 还是一个有必要去了解的单词 来决定你要不要把它标记出来 在这里我就是开始把刚才标记的单词再重新查出来 然后把觉得有标记的 还有一些拓展的这个单词用法和一些例句都填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去取了一份快递是朋友寄给我的吃了我半年的一份生日礼物 是一个可爱的火烈鸟 我在微博上关注的大多数是一些插画师 因为我非常喜欢原创插画还有一些设计 以前我会把喜欢的就是九图的微博转发 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也没有经常去看自己转发的东西 于是决定以后碰到喜欢的插画师的作品 就去把它在百度上搜一搜 找到它更多的作品 然后把它添加到自己的印象笔记里面 这样时常可以点开翻一翻 觉得这样会就是更经常去看看它的就更有意义 出太阳真的是太难得 于是一出太阳毫不犹豫的就出去跑步 完成了新的学期在学校第一次的户外10公里 4月份要参加陈沃大学生英语竞赛了 回来之后做了一套英语竞赛的题 虽然比赛的时候作文肯定还是手写 但是我还是偷懒在电脑上写了作文 而且这样自己写过的作文都比较好存档 看了一部很长的电影 美国往事 电影中Devora跳舞的这段实在是太美了 该睡觉了 晚安了 我的树栏小猪还有新来的火烈鸟 新的一周又从满课的周一开始了 一个人到了空无一人的教室 然后就在黑板上翻二写了些字 好久没有写过粉底字了 我还是开心的坐在了最喜欢的靠窗的位置 坚持在C++晚课前去跑了三公里 开完会的时候带了iPad 在上面看了一部讲街拍大师比尔坎尼安的生平的纪录片 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去水果店买了椰子和芒果 吃到这些水果真的是幸福感爆棚 在中国大学木课上面上了一个广告设计的网课 正好他讲了我特别喜欢的品牌匡威的一个广告 为了迎接3月7号的女生节 学校的人工草坪旁边挂了很多女生的心愿卡 很多心愿都是想吃一些车离子 想吃一顿火锅 还挺有趣的 难得又出太阳 阳光真的很好 我走去上下午的田径课 体育课又选了很硬核的田径 就一直在跑步 我很喜欢这种小课模式 晚上去挺小但是挺精致的同技术店转离圈 这些分路的小鸟是在我们学校的设计创意学院门外 我来设计创意学院提一场讲座 这里面有很多设计创意系的学生做的作品 看着觉得非常不明觉厉 大厅里展示的一些设计系的学生为优衣库店面设计大赛设计的店面设计作品 我觉得他们这种作品实在是太厉害了 又出太阳了 开心 高速课 真的有好多人早早去站坐呀 然后学了感觉看起来特别玄妙的局面 好天气当然要去跑步啦 天津场上跑步的人居然还挺多的 去上市场做了情团 作为北方人我从来没有吃过情团 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炒一炒 居然意外的很好吃 我单独刷新了最长跑步机构啦 跑了14公里 被好朋友拿去参加女神节的活动 这里是正在画一个扇子 如果我不说肯定看不出来画的是桂花 其实也没有办法 颜料特别有限 然后拍笔也不是很好用 又到了芬娃的星期六啦 虽然外面又在下着细细丽丽的雨 这里是在墨班山路的 M艺术空间看到的一个展 这里的展品大多数是一个静态的背景 上面用光影构成了一些动态的 很有趣的一些人物啊 还有些动物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眼睛说是有趣 但是其实还有点诡异 然后这只小狗也很可爱 一幅长长的照片上面 有小龙斑笔里面的兔子 窗边有一行小小的英文 感觉这个创意挺有趣 这不是世界的尽快 但你能从这里看到 真的超级喜欢这个 这个其实是在一个画框里面 但是它有一个电子显示屏 还是一面镜子 可以让你自己看到自己 然后就像里面的小人也在看你 城市的天空变成了老式游戏机的战场 这里还有海浪 树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标牌 这里真的是挺有趣的艺术街区 来到盼望已久的The Tinting Shop 这个是丁丁在中国大陆开的第一家周园店 是因为丁丁在中国来到的就是上海 是在蓝莲花那本中 这里有很多手办 我买了一个小徽章 丁丁丁仙剑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部动画 只要路过无印良品就一定会进去逛一逛 这里是商场里面的一个手作店 这个兔子我觉得很可爱 现在商场里都有很多这样的手作店 像这个就是陶瓷的 中午饭吃的这个据说很火的韩国烧烤 我其实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吃 倒是这个素披萨特别棒 来到龙美书馆西岸馆 看了一个叫致敬生活的艺术狂想的 很多艺术家的联合作品展 这些小女孩的雕塑都觉得很可爱 近日去了世博会博物馆 一个好大的微缩板水晶窝模型 这一部分是我觉得整个管理最棒的一个部分 它做得特别走心的小动画 然后这些动画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又本来就那么喜欢动画 就没忍住录了很久很久 也不舍得剪 它把每一件世博会上出现的 当时的一些高科技的新的发明 都做成了微缩模型 摆在那上面 摆在那上面 这些热气球 还有这个蓝色的是电梯 都是当时最新鲜的玩意儿 这一年贝尔她发明电话 既出 汽车 无天轮 还有后面的飞机 都在这几年的时博会上相继出现了 这一组居家沟试博会的海报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对这种复古风的插画毫无抵抗力 布鲁塞尔士博会这个expert的图标我觉得做得很好看 还有它的标志性建筑原子塔 这里是到了一个放着2010年上海士博会各个展馆的一些陈列品和复制品的展厅 然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展品 最后去看了一个叫刘鹏的画家的油画展 他似乎偏爱绿色 我觉得他的画真的都非常好看 这个周就这样啦 see you next week 我们下期再见